这两天大英博物馆做出了一件怪事 竟然推出了韩国农民新年活动 这引来了中国李先生的抗议 穿着汉服来宣传中国的春节 和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族节日文化 李先生这种做法是值得称道的 但是我也不尽有些忧虑 那难道用这种做法就能保护我们传统节日文化吗 这些年都只是春节 包括像冬午、中秋等等这样的节日 都受到了类似的威胁 还有我们中国传统的书法、中药等等传统文化 也被韩日等国疯狂的抢夺 这其中我们表面上能看到的一些手段并不多 比如说通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手段来立项 但更多的是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些手段 那通过商业化的运作来抢夺 这是要特别进去我们注意的 要讲更好的应对我们的竞争对手 那我们就不得不改变打法了 因为在当代社会 捍卫传统文化的方法 一些军事的、政治的手段 一般作用是不太大的 而需要的是商业运作的手段 大家如果仔细观察一下 就能发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那很好的进行商业化运作的节制 那不但能把传统文化很好地保留下来 而且还会不断地增加新的内容 人们的喜爱度 尤其是年轻人的喜爱度会与日俱增的 比如说像西方的圣诞节 其实人们现在所过的圣诞节跟传统的圣诞节是完全不同的 西方工业化社会之前 它是一个很纯粹的宗教节日 但进入工业文明以后 就完全被商业化运作了 包含着众多的商业化的文化内容 比如说像这个圣诞老人 圣诞文化 圣诞礼物 圣诞慈善演出等等 是根据现代化的商业的原则 不断发展 完善 壮大的 这样子不但很好的捍卫了传统文化 同时也使这个节日的内涵跟外延是不断地扩大 影响力是越来越强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像巴西的狂欢节 还有西班牙的斗牛节等等 而像我国有创族的三月三歌会 歹族的破纸节等等 都是很好的引入了商业化的运作内容 跟这个休闲旅游等商业化活动 有机的架结起来了 所以说 虽然是少数民族的小的节日 迄今影响了全世界 但是如果说我们不能进行很好的商业化的运作 和商业旅游有其结合 那传统节日文化就得不到 很好的传承 那时间一长就慢慢的消亡了 当然 这种节日的商业化运作 也不是说靠政府下几个文件 或者发动几个大型的国有企业 就能做到的 而是要从民间的很多传统的小做法 小商铺来开始 同时要和地方的旅游业 有机结合起来一起运作 那这样才能取得成功 所以我希望了今后我们政府能够立为 扶持民营经济的重要的一个项目 从而真正的把我们的传统的节日文化保护起来